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访问乔叔 我告诉聂德宝 乔叔想出书 但我又不认识南华早报的人 南华早报的Tammy Tam总编辑 你可不可以找寄协陈宇兰出面去找他 就这么简单 他就说好啊 聂德宝说好啊 我安排你跟陈宇兰谈 但最终记协没有跟进 这个答法是非常通明 但是又不是事实 为什么聪明呢? 你将两件事混在一起来说 记协找你访问乔叔 OK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出相册 好了 你很快将两件事用几句说话 混在一起说 好了 但是从刘世良在4月28日 这个短片里展示的对话截图 有两幅截图 其中 这两张都是来自聂德宝 而另外就是卡文康 说什么呢? 其中一张截图就是2017年1月21日 聂德宝告诉邝宏 他已经和记协主席陈宇兰谈 谈及乔叔相片版权事宜 OK 第一 第二个截图 1月26日 聂德宝通知 邝宏已经问了主席 想约你和刘世良 在记协办公室 谈谈乔叔访问 或者出版相片事宜 并且提供了两个日子 一个是2月8日 另一个是2月15日 下午2点 地点暂定是记协办公室 还有这幅截图 还要强调的颜色是乔叔 两个字 就是和乔叔的想察有关 但是 岑耳兰的正词说什么呢? 他说我真的没有和聂德宝 或者我没有印象和聂德宝有这样的谈谈 当然 刘氏夫妇可以现在这么说 这也不关我事 这是聂德宝的问题 没错 你可以这么推 现在问题就是聂德宝仍然没有出过一句声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7分钟短片出现的这两个截图 确实是合理地 是令外界有印象 以为 乔叔出了想策的时候 记协一早知情 并且内部讨论过 这就是这两个截图出来的效果 难道这不是你所想要的效果吗? 如果 你拿来 你在那7分钟里 绝对不需要拿这两个截图出来 因为事实上跟上策无关 你拿出来 就是想制造这个印象 而岑尔兰那边说 根本毫无其事 如果不是罗恩惠 找岑尔兰访问作出澄清的话 我可以说 就好像昔日老徐也说过 记协你出来澄清吧 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出来澄清呢? 我们是有这样的印象 我们的印象是 这件出上策的事件当中 有记协的足印在那里 我原来没有的 好了 还有 他说 我从 我从来没有做过 什么呢? 叫人去报告 或者骚扰消失的档案 Facebook也都 去Facebook 去消失档案的Facebook那里做支扰 他说也不支持这种支扰他人社交的行为 有什么意见 可以留言 不喜欢的 就可以删除 他说我也无所谓 好了 我这里有点不明白 我看看 这个究竟是谁出的呢? 这个留言是谁出的呢? 再看看 这个又是谁出的呢? 不是你们出的 是不是? 罗恩惠导演背后动机非常可疑 是不是不是你出的呢? 好了 还有 这个Kenny Boy 他说 喂 不好意思啊 之前那些留言是我出的 我是Kenny Boy 这样 喂 是不是你们出的? 那这些好像 原来没有发生过的? 好了 还有最新的 有网友 就screen cap给了我 喂 是不是你们出的? 这个 刚刚星期二 那个城寨 那个 不是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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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作为一个六十多岁 营商几十年的人 不是遇到问题 立即解决 你这么多年都不出声 现在突然走出来 那就是 你想到 他 什么 就是 你也想到 他说的那些是真还是假的 什么 当日有光环占领中环 又说回我占领中环逃兵 是吧 好了 不要紧的 我这不是施怨模 我想说 喂 刘世良在昨天 那个辩解当中 除了他否认 有出过这些类似 叫别人去 别人的Facebook 那里 叫做 煽动他们去留言 好了 那这些是不是你鼓励的留言 刘世良 你们是不是鼓励这些留言 对个人攻击 还有一个 你猜不鼓励这些? 一个做了几十年都不行的人 我有多少不行呢? 其实 今天突然之间发现 说话有人听 又怎么会不亢奋呢? 那这些是不是你的留言 那这些是不是你的留言 你说到你自己这么高尚 那些我们不会做的 这些是不是你的留言 好了 我占领不了这么多 或者是 不可以让大家看到太多 网络上的东西 你说有没有假的留言 一定有 我相信有 刘世良所说的 有不必是全然为假 如果你将一些可能虚假的留言 然后将它变成全部的说法 这就是问题 但是我上述 所展示出来的留言 是不是你们留言 又不回应 是吧? 不再说了 好了 那么 然后他又说了 乔叔有一天 打电话用粗口骂他 好像失忆了 之后就约出来 说说说好他 这个呢 我可以这么说 我不可以用我的口 可以有能力去表述了 刘世良那些充满了画面 的一段说话 不如大家自己看 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我也不想这么做 但是他实在说得太精彩了 我拿起电话 我一拿起电话之后 我就听到乔叔用粗口来骂我 他就说 为什么我静静地偷了一些照片去出书 然后 就说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 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 完全好像不记得失了亿 于是我就在电话里面和乔叔解释 我说乔叔 你不记得吗? 几个星期前我们还喝茶 读者还跟你签书 我当日之前还送书 你家门口 大家拍照你不记得吗? 因为当时我真的以为他 老人家的记忆有偏差 但是他继续粗言畏语 当时我就说 是否有误会 他就说 我们约了时间出来 坐下来聊 说到他 于是几天之后 我们就商约在温哥华的中式酒楼里面见面 坐下之后 乔叔就说 你现在偷了我的东西 你要赔偿 我再一次 把手机里拍的照片 拿给阿伯 那时候我叫他阿伯 阿伯伯 看一看 就是说 喂 我们之前 所有的东西 不是这样的 他说我不管这么多 他开了一个数字 要求我作出赔偿 用赔偿的要求 就是10万元加币 然后他说 你跟我后面的人说 就是中桥辅助会的人 大家出来说好他 大家觉得很有画面 好像杜奇峰拍的电影 收到电话 马上来一轮粗口 摩擦 然后大家说好他 就是说乔叔会说什么 除了粗口 好像整个黑社会大佬的语调 乔叔 好了 还有 还要带上一帮人 在茶楼里 然后 总之 给你一个数据 你搞定他 就是这个 10万加币 你跟我后面的人说 好了 哇 这个乔叔 其实我觉得不是摄影师 他像黑社会大佬 好了 这个真的只是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就视乎你觉得 看过了这么多的品格证人 乔叔的品格证人 你信不信乔叔是一个这样的人 突然之间 发你烂炸 好像假扮失忆 过去一直跟刘世良谈得很好的 然后突然输出来之后 就冤了你10万加币 你现在是这样的意思 刘世良 其实如果真的要告诽谤 而只要乔叔还在生 就真的可以告你诽谤 你不要说告人诽谤 你这段说话 其实 就已经隐含着乔叔冤你钱 所以 为什么乔叔的女儿 在祝福那里会这么气愤呢? 有一个所谓的贪财 乔叔贪财之说呢? 好了 不过我也是这么说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你自己决定 好了 接着呢 他又说 拿了10万 刘世夫妇拿了10万元出来 他就说 喂 这本书未必能这么卖 未必能卖 有一定的商业风险 不过算了 先做了 好了 这个风险我们愿意无 印了1000本 勾除成本之后 收益有多少 大家看到的 可以计得到的 是不是? 香港印刷成本 比大陆更贵的 好了 第一 卖不卖一本书 是靠市场的 你两夫妇确实是当中的高手 这个呢 刘世良是 Spin Doctor 好了 很懂得把整件事包装为 我们是义务的 我们现在是义务的 为什么义务呢? 因为很有价值 你又很有价值 因为为香港历史留纪录 以城寨当时的气势 买1000本书 绝对没问题 我当时呢 在《夺命拉松》 都有做主持 我一听 我立刻 订购 放下600元 买两本书 一本自己保持一本送给人 好了 1000本 根本以 那个市场的包装 加上刘世夫 城寨当时的气势 绝对能够出 不要这么欠 你不要说自己没有信心 但是 有一个问题出现 为什么你们两个 又是在你的节目里作为证据的 你当时说是印100本 为什么你当时说是印100本呢? 于是令到引起抢购潮 100本很容易卖掉 原来 你后来说是印1000本 好了 究竟是不是真的是1000本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从来的数据 刘世良都不会公开出来 比如举例 今次他说就是个人收益 个人收益 有多少呢? 大家看到 可以计得到 就不说明了 不说明你的收益有多少 老徐现在跟你算一算 200万走不掉 因为你说印了1000本 300元乘1000就是 不是20万走不掉 20万走不掉 300元乘1000本就是30万 你们的成本最多是10万 好了 那就再减一减 20万也没有了 但是 喂 也有几万吧? 好了 那你钱去哪呢? 起初呢 就说义务 义务给人的印象就是 如果有利润的时候 就会是撥归一边 合理上的安排 就应该是给乔叔 好了 或者是乔叔所指定的慈善单位 但是至今 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老徐的九问当中 一再说 赚了多少钱 这些钱怎么处理 到现在都不回答 好了 接着 刘世良就说 直到什么时候 就是说他和乔叔的关系 直到什么时候就开始改变呢? 直到我在温哥华的家里 有人打电话去滋扰 他说我欠他债 欠他钱 我就很生气了 因为我外父其实也是老人家 甚至年纪比乔叔大 有什么事情大家不可以出来谈谈他 数目要多少呢? 别人给了你 如果你根据你的说法 他滋扰家人 而我家人又很害怕 当时我的愤怒 令我不再去和乔叔 他没有乔叔 他 阿伯 他就这么说 他听到他刚才那个 我说很有画面的视频 我这里漏了一句 现在再补充 刚才你有没有看到刘世良当讲乔叔的时候 我已经想到乔叔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因为他说 喂 阿伯 你看到吗? 有你的照片在 我们那时候送书给你的 你看你当时笑得多开心 还有 别人叫你签名你肯签的 我已经想得到 那个画面 由刘世良说出来 阿伯 你失忆吗? 好了 这么说 因为滋扰他的家人 他的外父 所以他就很愤怒 拒绝进一步沟通 他说这个我承认 处理得不好 好了 所以这里也是一句 这个涉及到品格证人的问题 信者行信 不信者行不信 你信不信乔叔 是会滋扰刘世良的家人 好了 罗欣慧其实是有更新的 稍后再说 刘世良说 我把乔叔拿钱 这件事 我第一时间通知了聂德堡 就是前记协总共事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我们计划在10月 会举办一个新闻摄影展 是跟香港摄影记者协会 一起举办的 大家要分清楚 不要再冤枉我 不是记协 是香港摄影记者协会 他说我们在密释场地的情况 于是我觉得 需要跟Joyce交代 这个摄影展 不可以再搞下去了 其实再一次说 说记协不是冤枉你 没有冤枉你 因为你事实上 在七分钟的解说当中 多次提及记协 令公众产生这个印象 好了 现在刘世凌的说法就是 是我决定不搞摄影展 这个也是我以前用过的例子 好像男女分手 是我先说分手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 其实整件事的真相 是乔叔喝亭 不准你们搞 这个呢 又是一会儿 罗恩惠的内容里面 有提过这一点 是乔叔不可以搞 你当然了 你当然想在摄影展那里 买多些书 好了 好了 现在刘世凌这种说法 你有没有混淆时听之嫌呢? 其实是乔叔叫停的 这个摄影展 刘世凌又说 我明白到 给封例是 老人家是可以息事令人 但是如果 我给的钱的理由是作出赔偿的话 我就不能够接受了 因为这样直接向 乔叔 不是 向他 向他 承认了是我偷的 往后 会有更加多的麻烦 我相信大家知道的 明白的 是吧? 滋扰家人的行为 令我非常愤怒 掩蓋了我觉得 可以理性地处理这件事情 我承认 我做得不对 好了 再一次 你看到 刘世凌那些 二十几分钟的回应当中 其实 多次 转换到整件事是滋扰 所以我说他是转换医疗 他每一句说话 都会把一些键诺摆下去 其中的键诺就是滋扰 其实不需要 前面那段说了 不是 这段他又说 我给封例是有什么所谓 可以解决问题 不过他执扰我家人 好了 那将乔叔像什么呢? 不单是贪财 还是盲不讲理 即近黑社会老大 好了 他执扰一个词 内容非常丰富 如果种入了 粮粉的脑海里面 他就觉得整件事很吐心 乔叔 不是 陈乔李真的很过分 好了 接着 刘世良说 其实这件事 极其量是商业糾纷而已 好了 没错 这个也是 他想 传承整件事 是一个商业糾纷 是的 商业糾纷其实很 很平常一件事 是不是 不涉及欺骗 商业糾纷 双方都有道理 就是糾纷就是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 好了 没错 如果是一个商业糾纷的话 就确实 大家可以 无论是透过法律 或者大家 双方谈好它 是吧 但现在最新的 情况显示 似乎当中涉及到欺骗 我再一次说 戴头盔 我没有说过你欺骗 不过现在公众里面开始有这方面的讨论 你是不得不直接面对 提供更多的资料 证明你是获得乔叔的授权 而中间是乔叔改变主义 要么是因为他失益 要么是因为他是屈钱 这个你要提供确实的证据 好了 不是 你不提供证据也不要紧 我的意思是你要提供证据 因为我说公众现在有这样的讨论 你不提供证据也可以 你可以说我怎么提供证据 是的 你可能真的提供不了证据 但是 现在公众有这样的讨论 你就看看吧 有人信 有人不信 好了 于是 这里他有 所以他整个解释的默奏 我相信他 我相信他量了这两个星期之后 量出来的 因为有一个很连贯的默奏 最适合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交给法庭处理 交给法庭处理 七年后竟然成为群众批斗 人格谋杀 大家觉得 合不合比例呢? 好了 仍然在转据 转据群众批斗 这件事 为什么群众会出来呢? 当然是有原因 原因是因为整件事的过程当中 强势与弱势 比例是你所说的比例 现在我们看到 陈翘叔一开始他的家人 是处于弱势 你是处于强势 为什么要七年之后才发生呢? 因为乔叔死了 有个庭处理 这件事件 然后消失的档案 有很多证词 好了 这不是群众批斗 现在的社交媒体里面 是确实有这样的事件发生 就是 对一些事件 资料不太充实的话 大家一起去 对弱者 施弱 对弱者 我不觉得你劳士夫妇是弱者 第一 第二 这个过去发展的过程当中 已经有太多证人出来说话 好了 如果这样说 你说是不是不合比例 是的 有机会不合比例 真的 我觉得 但是如果 对一个4%的人渣来说 比例就不算高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出现了乔叔这件事之外 越来越多人就说 哇 他两夫妇又怎样 他两夫妇又怎样 就说到 这两夫妇的人品很有问题 我不知道 最少我只是知道我自己的个案 我知道自己的个案 如果其他的个案都是为真 这么多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 帮你一起弄类罐设计的类罐的人 那些人又出来说你 这么多人出来说你 那变了 你就说这个叫做群众批斗 人格谋杀 那些事是不是真的 当所谓的人格谋杀 一定的前提是那些事是假的 好了 接着他说反省整件事 我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是有的 源于没有一份口头协议 源于就是 只有一份口头协议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 所以 日后 导致纷争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没有一个白纸黑纸的授权 如果当时是做了这件事的话 我相信今天的处理起来 就简单很多了 因为香港这种商业纠纷 是可以说是无日无知 而且 是会变成 不会 如果有一份这样的合约 就不会变成道德的批斗了 好了 为什么 没有这个白纸黑纸 就是因为我实际上太过心急出这本书 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用一个商业处理的方式 根据手续去做 这个是我承认 我做得不好 做得不对的地方 但是做得不好 不对 不代表全心欺骗 甚至是偷东西 好了 继续转 现在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急到没有一个时间 去做一份白纸黑字的合约 做一份白纸黑字的合约 需要多少时间 我较早之前已经说了 有一本书是他们出的 叫做《我占中》 这本书露取有两篇文章 他们也尚且会花点时间 传一份合约给我 获得我的授权 而这本书里面 大大话说有十几个作者 你都会向十几个作者 拿出有关的授权 为什么乔叔一国作者 你就要急到说 不要啊 我要先出版了 你出版这个过程很长 你是不是没有办法 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去补回一个白纸黑字的授权呢? 如果还有人相信 一个这样的理由的话 对不起 老徐真的要说一句话 你的智商真的有问题 好 然后呢 老徐 他道歉了 你看不看到他道歉 向你道歉 是吗? 不是吧? 我一直都不相信刘世良会道歉 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道歉了 对 人生之后很多 昔日合作过的朋友 或者其他认识我的人 工作上跟我接触过的人 出来对我的攻击 对我做人处事的批评 其实我真的会深刻反省 任何年纪的人都可以 令自己再进一步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是不是我自己做事太过不懂做 不照顾人际关系 不照顾对方的感受 特别是终止到和人合作的时候 太过一刀切的方式 或者是太过粗暴 粗劳 我承认 我的性格里面是有一些缺点在 但和乔叔这件事 是无关的 真的 对于大家的朋友的批评 我会听的 亦都对于过去 令到因为我和大家相处的方式 令到大家很困扰的 我在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真的 至于很多人期待我们 互相钉石 去揭露这些人的另一面等等 我相信我不会花点时间在这里 我觉得 我每一天仍然希望 可以在城寨新闻的节目里面 可以将最好的内容 我觉得我自己的分析 我的知识可以和大家分享 这个才是我们做城寨的初衷 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他道歉了没有 他有没有道歉 第一 没人名 没人名 那又叫他道歉了 第二 他所说的内容 其实都是说 这个是我个人 主事有些失误而已 现在 那些人对你的指控 就是说你品格出现了问题 而且不仅是老徐一个人这么说 最新的一宗 就是说有关新冠疫情期间的类贯争议 其实这个义工好像叫Alva Anderson 曾经联络过老徐 就说 问老徐有没有兴趣访问他 如果我有的话 可以给我一个优先权 我就说 我没有兴趣不过 我不想在我的频道里面 再在陈僑叔这件事 拆开另外一件事 我说你不如选择另一个频道 为什么我不去做这件事 因为其实 当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老徐就被人笑 被人攻击 争取流量 诸如此类 如果你说 刘世良你说 这些就叫做人格谋杀 我告诉你 我们其他人说你的 全部都是基于一些事实 而其他人是诸心 刘世良 你不要再说人家人格谋杀你 现在我们这群评论的人 就是被人家人格谋杀 因为他们是诸心论 要搞清楚 好了 我就想说 这里 喂 不要指责别人 是爆你的黑历史 如果那些黑历史是真的 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你刘世夫妇有这么多黑历史呢 你要问这个问题 除非那些黑历史是假的 涅造的 但是你两夫妇 还没出来回应这些所谓的人格谋杀 包括什么呢 除了老徐 郭东坤 郭东坤说到他声称 就是说 那次 这个叫做《炎黄历史》那本书 炎黄什么 炎黄历史那本书 就是说 到最后是他胜数的 还有探长 吕王 还有现在是Alpha Anderson 还有之前有一个设计师 说你们拖数 喂 这些人是指名道姓 他也有用他自己真实的身份 这个是怎么人格谋杀 你从来用的方式怎么处理 就是不讨论 不说 大家知道 这就是中共 或者那种煽动群众的手法 这些我就不重复了 我曾经在另一节节目说了 这是刘世良的强行 永远就将历史物落 历史物落 好了 为什么还要死撑下去呢 大家可能问一个问题 真的很奇怪 现在事实已经铺沉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刘世良这么笨 还要死撑呢 绝对不是笨 但是这里 我也是以小人之心 计算什么之福 他肯定不是均衡 是什么之福 OK 我现在用小人之心 计算什么之福 为什么还要死撑呢 他这些说话 不是向我们说的 是向中粉说的 向中粉说的就等于好像说 中共 刘世良你很熟悉中共的手段 你最熟悉的了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了 中共的外交发言 是讲给国内的人看的 就是所谓的五毛小粉红 要激起民族主义情绪 是不是 好了 所以 为什么要说 现在叫止蝕 他现在止蝕就不是用道歉 赔偿来止蝕 他是用一个叫继续 说他的那个版本 为什么我说止蝕呢 因为现在有人用一个新的词叫 脱债者 脱债者也是来自脱得者 说现在天天都有过千的脱债者 你脱了没有 所以 其实为什么他要出来说 是因为他决定了 现在决定了 他要用这个方法去止蝕 好了 现在讲到这里 就讲下一个环节了 就是消失的档案又有新更新 我看下一个环节了 是作用的 那一段时间 这是用一段时间 上一个环节的 是用一段时间 是用一个环节的 有没有用的 是用来的 是用一段时间 是用一段时间 或者是用一段时间 但是在乱的 也用一段时间 是用一段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